目前,我们已进入常态化的疫情防控 要进一步完善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各项措施 针对关键环节和风险点 采取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工作措施 健全、及时发现、快速处置、精准管控、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 下一步,是卫生健康委将根据国家关于进一步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扩大检测范围的要求 加快推进医疗机构检测能力建设 要求本市二级上综合性医疗机构 尽快具备新冠病毒的检测能力 分批开展核酸检测的项目 同时,加快疾控机构核酸检测的能力建设 感谢观看